在大学期间的一些经历 和鼠心寒气的一些经历 让我懂得了 怎么语言沟通 语言相处 从分锻炼了我各方面的能力 我还是一个职场小白 但是我有激情 我会努力去把自己 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梁壮男 22岁 黑龙江人 哈尔滨商业大学大四 物流工程专业 亲爱的十二位老板 三位HR专家 土岳老师 见场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梁壮 稍等 稍等 大家晚上好 我叫梁壮 梁是防两力量 壮是强壮的壮 来自美丽的槟城 哈尔滨 先就读于哈尔滨商业大学 物流工程专业 辅修国际经济与贸易 在大学期间 我从事很多工作 我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 脸大 第二 心细 第三 不要脸 我从大一到现在 一直坚持做一件事 就是每天坚持写歌词 现在已经有1400多首 在这里想要求得的一份工作 关于策划销售或物流相关的岗位 谢谢大家 脸大 心细 不要脸 啥意思 那脸大还有什么用呢 就是不害羞 因为遇到任何尴尬的事情 都可以保持一个坦然自若的状态 这就叫不要脸了 这是我所理解的不要脸 你写歌词啊 对 1400多首了 是的 你说一说我听听 我有那现场的词料 现场的词料 来 给大家发一下 土耀老师 给我的 对 来 给大家念一首啊 第十七封情书 喜欢和你说我的不同 好想看你的笑容 说到选择我就心痛 没你那么从容 有诱惑怎么四大皆空 我倒想出家为生 怎么才能将你感动 你别装作不懂 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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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口 什么我爱 我爱 我爱 这是干嘛 这是我为在场的老板 还有土耀老师 还有SR专家准备的 每人三封情书 其实我把找工作 比作为找老婆 我希望在座的老板 能够给我这样一次机会 把你的职位嫁给我 我会努力地去 好好地对待他 找十二个老婆 你招架不住吧 你得选择几个好的 针对性地去找 这里面有谱曲了的吗 只要能拿给我 我就能唱出来 那你唱我听听 哪位老板 就是可以拿出一封情书 随便让他唱 对 他来唱 我吧 我吧 来 把凳子拿上来 快点快点 这里我最小最符合你 他要摆好吉他 我听听情书呀 好久没听爱你爱你的了 谁让你上来的 谁让你上来了 不用 你在那拿着就行了 你算了 你就来就来了吧 阿玛 谢谢 你就站在旁边吧 现在老板都不请出动了 把第六封情书送给这位美丽的姑娘 那里的雪花了吗 你喜欢的春天到了 我一直在找调 所以你们别鼓了 我找不到调 我也没听 忠忠那年态 忠忠那些年的那些情义 画着激情流域的铅笔 我没有插曲的橡皮 我不会忘记你 唱得好 谢谢 最关键是这首歌真的打动了欣怡 她真的能欣赏 我们都听不到调 欣怡你最喜欢刚才的哪一句 你唱我听一下 哎呦唱我唱不来 人家就唱跟他唱一样的吗 我完全不记得 我就觉得那个 完全不记得 画着七情六欲的铅笔 我们没有插曲的橡皮 没有插曲的橡皮 让你想起了什么 一些过往 什么过往 说来听听分享一下 就是说到都是这样的情书嘛 但是没有人给我唱 如果当年就有人这样拿节 他给我唱我就 你能背出一段情书来吗 很难有印象 一般男生说的 不要脸一点才会有印象 像我这次有印象了吧 你这个挺小心 你这个就是很小心心的 我就问一下 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 你有男朋友吗 你可以大肆追求了 今天先认识了 这封情书就是写给你的 好好保存 来拥抱一下 好 谢谢吴欣怡 你哪来那么多灵感 写这么多 一千多首啊 只是为了能够锻炼 我的一些写作能力 还有就是它可以 让我进行一定的思索 让我进行思考 我是觉得写得挺不错的 有哪一首写得真不错的 像刚刚那句叫什么 七情六欲的橡皮擦不去 什么之类的 对啊 我觉得这个就写得非常好 小五词写的歌比他的人 还是很好的 有魅力 歌比人有魅力 他的歌词写得不错 挺小清新文艺范的 就是你刚唱的时候 真是不在调上 我们这儿其实有一个当年乐队的主创人员 刘佳同学 赶紧的 来来来 快点快点快点 什么歌什么歌什么歌 我唱一首灰姑娘 送给在座的所有的美女老板 和今天的这些同学们 好好唱啊 我唱一首灰姑娘 怎么会迷上你 我在问自己 我什么都能放弃 居然今天难离去 你并不美丽 但是你可爱自己 爱也会不良 我的为姑娘 好就唱一段吧 谢谢 那个梁壮 我高中的时候 跟他干过差不多的事情 你 对 所以我看到他的歌词 基本全能唱出来 太可怕了 你唱一首 我听听 就唱刚才那首 看看有什么 不一样的心动的感觉 哪里都雪花了吗 你喜欢的春天到了 别再微凋零的火哭了 他们正在发芽呢 知道还在爱你吗 那寒冷的冬天过了 也许不能在你身边了 可以哦 我有我要的生活 匆匆那年太匆匆 那年的那些情意太感动 画着我凄净流域的铅笔 我们没有插去的伤筆 可以啊 你看这就是你今天求职的价值 你怎么拆台的 我们也要来一个 我今天来求职的不是唱歌的职位 但你展示了这么一个才艺 我在这里是想求得一份 关于策划销售或物流相关的 终于回到了求职的路上来了 对我一直感觉我在选的男嘉宾啊 一直感觉 你今天是来求职的 还是来求饶的呀 既求职又求饶啊 既求职又求饶啊 你要求薪资多少啊 我要薪薪资五千家 今天这个节目一播 我估计没人敢来唱歌了 你知道这些老板多么好胜啊 前有张扬 后来有盐秋朴 个个都把求职制给干掉了 所以说这老板都是多才多能 你们以后展现才艺的时候 就想好了我告诉你 来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谢谢 先生我有财 来 来 把给梁壮的考题拿出来 如果领导交给你一项 有一定规格要求和时间限制的工作 你最常用的一种做法是 A 按照有关要求利用工作时间按时完成 B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完美 不惜花费自己的业余时间按时完成 C 等领导催问工作进展时 再赶紧去做并按时完成 D 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得更为完美 宁可多花费时间晚一些完成 你会选择哪个 我会选择A 为什么 因为作为一个求职者 应当以时间的价值为导向 把时间放在第一位 老板安排我的任务 我会尽快地去完成 所以你局部多花一点时间 我感觉多花时间的话 是对于你的能力的一个不好 我选B 因为如果有一个工作 确实非常非常难完成 并且现在的互联网公司压强都很强 其实单靠工作时间根本都是完不成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我终于职业素养 然后终于个人的使命感 我是肯定会花自己的业余时间 一定会把它完成 那个我觉得A和B 你选A 我还是有点疑问的 因为这个B这个答案明显更完美一些 它应该有个前提 是一个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非得就是特别要求特别完美的话 那可以花为A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 A和B唯一的区别是一个花了自己的业余时间 休息时间 一个没有花 都是按时完成 但是我感觉业余时间可以干其他的事情 写歌吗 那旁白燕 这道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是考验你对工作你是否有内驱力 在效果和效率都 刚才库尔特的话 雨露均沾的情况下 你怎么能够平衡地完成工作任务 且能体现你自己的内驱力 任何一项工作 内驱力都是很重要的 你学的物流专业 但是你的首要意向是策划 对 你只干过一些兼职 你觉得你凭什么面试这份工作 说实话 对于商业 我还是一个未出大学的一个职场小白 但是我可以说 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能够很快地学习到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这样梁壮 我给你一个机会 中秋节不到了吗 你就策划一下怎么样把咖啡之意和优胜教育 让他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你策划一下 很简单 他的主题是 老板为自己的员工发福利 比如说咖啡之意那里卖月饼 可以就是给自己的员工 要是发一块 要是发一块 那个 那个梁振 我扛哪个更简 让他说完呢 让他说完呢 还有 说完了吗 还有就是可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比赛的形式 比如说中秋节目 优胜教育是从事教育行业的 教学生进行一个考试 可以考试优异的成绩 可以发一块月饼 你就堆着那一块月饼了 是吧 因为我之前了解到 就是咖啡记忆和 我觉得你这题啊 一回答啊 直接就拍地面上了 为什么 中秋节是在 这传统节是什么含义啊 什么含义你自己先说 赏月 中秋节是什么含义 赏月 他说赏月 每个月都可以赏月 那刚好我们做教育 可以以家庭教育为单元 对吧 你要考虑的是一个家庭 怎么到咖啡这里去用餐 对吧 你连方向都没想明白 目标都没想明白 你怎么能出来一个策划案呢 我们其实刚才一起在探讨啊 在这个策划案上 其实没有体验出你的优势 所以东北人 我一直都是说 咱们东北人天生就是一个销售 所以我建议你 把你的第一意向转为销售 这样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会拿到 很好的机会 对销售也可以 梁壮 其实我看你的简历当中 你在这个物流本身上面 你参加全国大赛 你拿了奖了 就这些是你在这个上面 非常强的地方 你刚才那些策划也好 他现在讲的销售也好 我觉得你的实力 真的是离那个好的距离 还是很远 你为什么不在物流这个上面 去拓展呢 其实物流也是我的一个意向 他作为一个选项 但他把它放到第三选项 所以我一直在说 他有认知混乱这个问题 你知道吧 就他搞不清楚自己的优势 到底是哪个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吧 就是从这个梁壮的身上 他是典型的一个应届毕业生 实际上他现在选了一些方向 确实从认知的角度来讲 他并不很清晰 如果各位老板 你们有一些管理 培训生可培养的 我觉得他还需要 去挖掘 但是从潜质和能力上 还是可以去培养 来 第二轮选择 虚核零 还有期展的 他们推荐的十位 管培森 那个未来输出方向的话 可以有些选择 那么我给你的职位呢 是策划 但是这个策划 可能稍微窄一些 会先限定在文案 这样的一个范畴内 我给你的是我们 加盟连锁事业部的文案 开不许给你两个岗位吧 第一个是市场部的文案助理 第二个是营运助理 我们提供两个岗位 你可以考虑一下 策划的一个实习岗位 和一个文案的 一个写作的岗位 我们铺利高级定制能 给到你的也是一个 文案的这么策划的一个岗位 我只能先给你销售的 管培生的岗 来 在剩下的期展的 有请徐昭 尹峰 弹钳 不上感情 有请徐昭 尹峰 弹钳 不上感情 五千加 五千加 对这个新手有意义吗 我想 就可以更高一些 加多少 六千 加一千 五千本来是你的预期的薪资 不是已经达到了吗 对 那为什么还要加一千 你告诉我理由 我只是想 看一下老板的反应 他的反应 老板的反应很不好 他的反应是 甚至老板的反应都不会好 老板的反应 一个点虚张是 感觉不好 我的反应我立马就分 请问为什么要加一千 我只是想就证明 我在老板心目当中 到底还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处于一个糟糕的状态 我知道了 不是 我会在入职之后 会努力的去表现 有史以来在这个场上 把加钱的理由 说成是测试老板的反应 是最愚蠢的理由 这就好比一个人的妻子 以跟别人去谈恋爱 来测试自己的丈夫 爱不爱自己 一样愚蠢 你是考验别人吗 你要非常自信地知道 现在我们俩都开出这样的价格 就是你在我们心目中的价值 来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其他的老板薪资 可以高过于五千家的吗 我们现在很同情他们俩 骑虎难下 多秒 把灯都灭了 你刚才测试的反应 带来了连锁效应 好吧 你后悔了当初的 那个加一千的选择吗 不后悔 你最后这个加一千的表现 再次证明了你的认知混乱 一个不成功的面试 后面还要求加薪 对吧 所以你一定回去 要好好梳理自己的认知 重新定位自己 来考虑十秒 做出最后的选择 咖啡之意 速吧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速吧 让我知道了 我所处的一个状态 对于一个应届的人来说 我还是一个职场小白 需要在很多素质方面 得到一个提升 我也会在以后的学习 或者说工作当中 会更加的注意到